三西不离生 大脑当机 有没有觉得自己最近常常忘东忘西 像是忘记东西放在哪里了 甚至连老板交代的事情都忘记了 这个不是老人痴呆的先兆 原因可能出在于 长时间使用数位科技产品 这些科技产品携带方便 改变了现代人生活与工作的形态 但错误的使用方式 却会打乱大脑的记忆过程 三西产品之所以会对记忆力造成影响 其实最主要是一些使用习惯上面的问题 尤其常常会因为一些讯息 而打断了你原来手边在做的一些事物 而造成你的注意力不集中 所以就变成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被记住 你原来在做的事情没有办法被完成 不过现在的上班族哪能不使用三西产品 要避免对记忆产生影响 就要学会利用三西产品的强项 来减少大脑的记忆负担 可是大脑本身的强项就不在记忆 三西产品可以帮助我们补助炸脑的这个弱点 来做记忆的工作 可是我们必须要利用大脑的强项 把我们从三西产品记忆下来的东西 做一个连结统合整理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发挥三西的强项 也能够让大脑得到它最好的运作 意识提醒控制使用时间也非常重要 因为长时间的使用三西过于简单且缺乏刺激 反而会减少大脑运作的机会 感谢观看